一个人的高贵,从来不是有多少财富,有多高的地位,高贵是礼貌的举止,内心的谦虚和善良,心里装着别人,是一种礼貌,心里装着别人,是一种基本的礼貌。 在公共空间里,一个人的素质,一望而知,我们在乘坐汽车,高铁的时候,常见到有人外放音乐,大声喧哗,或者吃气味很大的食物,旁若无人,只顾着自己,这就是没有礼貌,没有礼貌的人,很容易招人反感,很多孩子从小被怪怪了,不顾及别人。 在学生时期,很容易发生素质矛盾,轻则影响学习,重则威胁生命,礼貌不仅是一种教养,更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,胡适曾经教育自己儿子说,可却有一条基本规则,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,时时要想想,假如我做了他,我应该怎样,我受不了的,他受得了吗?我不愿意的,他愿意吗? 能这样想,便是好孩子,心里装着别人,设身处地为别人想,这样才能不冒犯别人,心里装着别人,是一种偏逊,我们常说一个词,目中无人,一个人心里如果只看到自己,以为自己天下第一,难免心生狂傲,只有见识到了山万有山,千万有天,才不敢,目中无人, 所谓天卑,就是把别人也放在自己心上,毫不贬损,承认别人的成就,故事是迷活大家,但是文人却见不到一点傲气,从反复走足到文人政客,他都恭恭敬敬,重复有一点怠慢,因为他心里时刻都有别人,鲁迅骂他,他写信给周作人,信中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的散叹, 也毫不掩饰,鲁迅去世,有人恶意提防,他也出来肯定鲁迅的文学价值,心里装着别人,自然会有一份谦虚的风度,在周一六十四卦中,只有牵挂全集,保持谦虚,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高贵,心里装着别人,是一种善良,心里时尚有一个词,同理心,是说人和人之间能够感同身受,空子说,己所不惧, 物是余人,一个人只要有感同身受的能力,自然不会看着别人受苦,也不肯大苦那事交给别人,寄予利而利人,寄予达尔达人,心里有别人的,只会去帮助别人, 胡适一声乐于助人,妻子说,他对我是个穷错大,对别人又是一个百万富翁,胡适资助林语堂时,还怕林语堂脸皮薄,借北大的名义资助他,林语堂的至真相后,深受感动,所谓善良,就是心里有别人,设身处地为别人想, 谈经上说,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,一个人心里挠着别人,是一个最大的高贵,同时也是在经营自己内心的福田, 种下福报,早晚都有收获福报的一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